現在出了這麼多事 就是沒有了互相的尊敬 沒有了互相的信任 那我又覺得沒有去到那裡 這樣… 用尊敬 我要看電影, 你不留給他 如果以我理解 我身邊很多人看了 大家都不會覺得他們沒有的 對, 我同意 我們今晚談談這部電影 《吸十九歲的我》引起風波 2月就開始公映了 誰知道一公映沒幾天 就好像出事了 很大爭議社會上 主要就是原來這個電影的公映 甚至有些說它的拍攝 未得到當事人的同意 這樣說, 拍攝的時候 找了學生的家長簽同意 算不算是未得他們同意? 看回同意書, 其實只有半頁 同意書裡面是由家長 在中一的時候幫小朋友去簽 上面有說到 有說那些可以跟拍 然後有個版權 可能屬於英華女學校去擁有 英華可能是有能力 或者有權去做一個公演 這裡我想說說關於合約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發覺有些人覺得 同意書是有一個法律效力 但合約最重要是一個代價 怎樣為之代價呢? 譬如在這餐飯局這裡 如果我簽一個同意書 我承諾就說我願意在這裡請客 今晚我好氣 但這個請客其實是沒有任何的代價去交換 就不是一個合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家長簽的同意書 其實嚴格來說是沒有法律效力 而且最重要是如果十八歲之後 過了十八歲 他們是有自主的主張 他們的成人 他們應該是再簽那一張同意書 他們是願意將這份文件公開 其實很多時候 導演想呈現一個什麼角度 或者用什麼方法去表達 他的權力真的有不均等 所以我絕對同意要保護小朋友之餘 在紀錄片或者這類型的情況下 都要保護每一個參與者 但他是兒童先嘛 是… 他兒童先去參與 因為家長叫他參與 是 這部電影剛才好像說結局 結果是好的 每個家長就去解釋 但是我們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們都要關懷這群學生 是 他十二歲,他拿著煙子 他想試一下煙子味 但你就拍了他 他一生人 也有一個壞壞的孩子被人看到 那些媽媽大了十六個 千萬不要學這個姐姐 雖然那部電影我沒看過 很多時候就是… 那個… 有一個… 吃衣的鏡頭是偷拍的 不是合理 肯定是沒有得到當事人同意的 他說他要同意 你拍這部電影,要讓他們看一看 如果現在出了這麼多事 就是沒有了互相的尊敬 沒有了互相的信任 那我又覺得沒有去到那裡 這樣… 用尊敬,我要看電影 如果以我理解 我身邊很多人看了 大家都不會覺得他們沒有 對,我同意 如果有的話就更加嚴重 可能要出動… 不,而且…你給我說一說回應 你也有說法 就是我們應該這樣做,應該這樣做 現在你就覺得有些人沒有這樣做 令到當年的一些小朋友受傷害 好了,我們回到法律 說一說 他們現在可否去法庭申請 按鈕,不准他供應呢? 這個案子可能有一點含糊 在香港來說 當然我們有一個私隱的條例保障 私隱條例其實有特別規管到 譬如拍這些紀錄片 或者個人私隱披露的情況之下 有什麼目的 譬如這個目的 究竟是在校內的籌款 校內的供應 或是公開去做商業的供應 如果這個目的變成了的話 其實是一定要得到資料當事人的同意 才可以的 甚至要書面簽清楚 如果這個目的變成了的話 而令到現在好像發生這些情況 我覺得當事人可能有法理基礎 去法庭採取更一步的行動 我覺得人物紀錄片 據核心最重要就是人物 究竟你拍完那套紀錄片之後 你會不會令受訪者 治愈受訪者與這個地方 在未拍之前更加差 這套影片我們想問一下主席 我們看完, 每個人都很贊成 這套影片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又出了這麼多問題 又看到, 我們學習到什麼 向未將來如何看這套影片 這是很重要的 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就是 到底像這一類的人物紀錄片 是否應該拍攝 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因為你拍攝這個人物紀錄片 有兩個問題是會影響當事人的 第一, 你的拍攝本身是干預了他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已經告訴你 十多歲的一個學生 我從早到晚有個鏡頭拍攝你 你說他會不會還是… 就像他自己自然一樣 不是自然 是嗎? 你就乾預了 不要說十幾歲的學生 就算像我們這些 在一個淨圈裡的一段時間 淨圈的人臉皮厚就不是… 已經臉皮厚了… 但是你知道有鏡頭拍攝你 那就不同了 你的行為舉止也不同 對… 他在成長的階段 十多歲… 十多歲 那你經常有鏡頭在看著你 對他個人的健康成長 有什麼影響呢? 那就一有了 第二, 剛才說過 拍攝後… 我小時候有時做些事情 覺得不如罵一下我家長 每個人都會, 發脾氣 罵一下老師、家長、學校 都拍攝我出來 到現在我大了, 出來找工作做 播出來的工… 工影 說你這個人原來是罵學校 原來是罵你父母 對他來說是有影響的 拍攝到這些人物紀錄片上 要不要考慮這些問題呢? 剛才剛才大家討論的 就是我看市場主導 公司的評論可以指揮 究竟這件事應不應該做 這個我覺得很有問題 因為如果你說這齣戲 從開始推出視頻 大家覺得很好看 到今天大家都說很棒 是否就沒有問題呢? 不是, 有問題 問題是誰… 有些官問的問題 有些官問的問題 有些朋友說是有些問題 多數答問題, 很少問問題 前議員、前官 問題出在哪裡? 不是誰對, 誰錯 剛才威哥說 整個出發點是好的 但當你拍攝的時候 你會令到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關於兒童的權益 關於他們的發展 影響他們的成長 這件事好像疏忽了一點 我們不要再… 我們首先要看闊一點 就是說其實社會有這個需要 希望有些正能量的媒體作品 可以啟蒙大家, 讓大家想法 就算是TVB 我自己也很喜歡看尋人記 尋人記, 即是方東星 對, 是的 那件事, 是的 那件事, 其實它變成 編了以前可能一些新聞的報道 然後再去, 可能20年之後 再去評論一下 這其實變成真正紀錄片的… 其中一個形式 其中一個形式 但那些它沒有傷害任何人 對, 我想它也要徵求當事人意見 所以我覺得就是人物紀錄片 我們一定要保留 絕對是很有教育意義 只不過最重要的就是 跟受訪者的交通 而且互相去信任是最重要的 絕對的堅決 我剛才不是說要任何監管 還有問題是 他說創作者創作自由 但自由不是絕對的 自由最重要是 你不要傷害任何人 還有你是監管不了的 這部片, 十九歲, 吸我十九歲的我 就是因為有些人被他影響 那一出電影就不要再供應了 不過就在那些 被人同意的前提之下 將它剪輯成一些教材 是 是嗎? 就在學校裡面來使用 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面的 是, 原初也是這樣 沒錯… 這樣才合乎初心的原意 那這裡算不算是一個完美的結局 很完美, 乾杯… 乾杯… 從一段時間就有一段時間 我旁邊想起車